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我们邀请到市政署的代表欧晓凭小姐 上来的节目 欧晓凭小姐 你好 你好 澳门作为一个商业城市 商店临立 有不少商号都装着了不同形式的广告招牌 到底什么类型的广告招牌 需要向市政署申请广告准照 根据法例的规定 凡在房地产、车辆或任何构筑物上装设 从公共地方可以提到或听到的 广告信息及招牌 都必须事先获得市政署的批准 为保障公共安全 同时顾及都市规划和环境平衡的因素 本署已制定了广告及招牌安装指引 对广告招牌的尺寸、离地高度 以及安装规格等作出规范 倘若商号违规装设广告招牌 可被检控及最高可被罚款欧门币12000元 而本署亦有权下令搬离及拆卸违法广告物 预期未履行清拆者 需要承担由市政署移除 或者清拆有关违法广告物所需的费用 商号装设广告招牌时 除了要注意尺寸、离地高度和安装规格之外 还要注意什么呢 根据第十一 邪别2013号法律 《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规定 申请在被平定不动产或缓冲区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 或相关准召的逐期申请 取决于文化局的评估及具约束力的意见 如果广告招牌设置在被平定区域范围内 就必须符合以平定区域内广告招牌的安装指引 同时获得文化局的同意才可以安装或准召逐期 除此之外 根据在2018年8月22日正式生效的第十四 邪别2017号法律 分层建筑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楼宇公共外场及地面层外场前方的柱上 装设广告招牌 就需取决于分层建筑物所有人大会 法定份额票数通过的决议 另外 倘若广告招牌装设在有金属成份或石材成份的载体上 按公共地方总规章的规定 必须购买装设宣传品及广告品的民事责任保险 那申请广告准召需不需要费用呢? 本年度的广告准召税及印花税已获得豁免 但对于新申领广告准召人士 需要缴交准召费用15%的保证金 最低金额是澳门币500元 最高金额是澳门币5000元 而当准召内相关广告物被拆除后 准召持有人可以向本署申请退回保证金 那随着风贵的临近 商户方面有什么需要配合和注意呢? 商户有义务确保他们的广告招牌安全稳固 并且定期作检查及维修 特别在台风季节 如果发现破损就立即必须作出修理 或可暂时移除广告物及广告载体 避免因强台风吹倒而危害公共安全 如果广告招牌一旦对他人造成损害 其拥有人可被追究相关的责任 市民如对今集的内容有任何疑问 可致念本署市民服务二线2833-7676查询 或浏览本署网页www.iam.gov.mo 今时谢谢欧小姐 谢谢 节目时间到了 再会